我们那届师范生大都当了教书将 几个成绩一般的同学找门路调离了教育系统 有的到县政府当了秘书 有的到乡镇党委任办公室主任 尤其我的室友胡德义 每次同考总有一两门功课不及格 他有个遗书是副县长 出面打招呼才勉强拿到毕业证 后来胡德义七稿八稿 找了个在法院当书记员的对象 这个对象叫玛丽娜是法院的一枝花 我和十多个同学参加了胡德义的婚礼 目睹了玛丽娜的美貌 有人出歪点子要我们闹洞房调戏新娘 并编排了好几个节目 一想到新娘是法官 她沉静的脸上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 我们不是乡野棱头青 是传授知识讲文明的教师 纵然有这个心也没这个胆 当即打了退堂鼓 婚宴结束时我们趁着几分醉意 当着新娘的面叮嘱胡德义说 你小子厌福不浅呀 娶了美人妻 睡觉都要睁大两眼呢 胡德义结婚后 玛丽娜通过关系把她调到法院 胡德义总算脱离了苦海 她对教师这个职业深恶痛绝 不久玛丽娜生了个儿子 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 家里人横看树看 没一顶点儿地方向胡德义 很快法院内部疯传 玛丽娜是高鹏院长的情妇 胡德义也看出了蛛丝马迹 她不动声色 偷偷把儿子抱去做亲子鉴定 儿子不是她的儿子 跟她不存在血缘关系 胡德义气得蹊跷生烟 她忍着怒火 把鉴定报告丢到玛丽娜面前 玛丽娜只看了一眼 顿时面色惨白 双膝不由自主跪下 声泪俱下求胡德义放她一马 胡德义心乱如麻 她太爱这个女人了 要是儿子是她的 即使玛丽娜出轨 她也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儿子是别人的 这个坎她过不去 玛丽娜将她的私生活全盘拖出 承认儿子是高鹏的 胡德义私下找副院长 葛福生讨主意 葛福生早就想把高鹏院长 取而代之 无奈手中没有击垮她的戾气 这下可好了 只要胡德义找纪委举报 纪委介入 高鹏其他问题也会浮出水面 不几日 高鹏被纪委带走 经查 高鹏任院长期间充当黑保护伞 受贿金额八千多万 除玛丽娜外 还在外面包养了七八个女人 上级组织部门宣布 葛福生代理院长 主持法院的全面工作 胡德义和玛丽娜离婚 玛丽娜在她娘家生活了几个月 后带着儿子不知去向 半年后 葛院长任命胡德义 围城关镇人民法庭庭长 在一起离婚案中 胡德义秉公执法 排除重重干扰 捍卫了法律的尊严 事情是这样的 申诉人杨一柳系伯雅之一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他的公公秦兆北是著名企业家 秦兆北之子秦阳从小娇生惯养 长大后沾染了吃喝嫖赌的恶习 且屡娇不改 一次体检秦兆北发现患有肝癌 而且是晚期 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 千辛万苦打下的江山交给谁呢 之而莫过腹 秦阳悉尼扶不上墙 败家子一个把公司交给他万万不可 秦兆北经过深思熟虑 只有儿媳杨一柳可堪当大任 杨一柳长期任公司财务主管 后提任分管业务的副总经理 这些年的魔力 他增长了才干 开阔了视野 但在关键时刻不敢大胆决策 好几次都是秦兆北当他后盾 他才放手一搏的 秦兆北去世后 秦阳为分管人力资源和广告宣传的副总经理 没了管束 秦阳以老板自居 不把杨一柳放在眼里 秦阳不按时上班 也不跟杨一柳请假 有时三两天不见他的人影 直到有一天 来了个身怀六甲的女人 找杨一柳说怀了秦阳的肿 杨一柳打秦阳的手机 秦阳接了 大言不惭承认却有此事 杨一柳气急 问他怎么办 秦阳说你工作忙不要孩子 我只有找人替你生一个 再说我一年365天少不得女人 你说我能怎么办 杨一柳知道秦阳狗改不了吃屎 痛下决心跟他离婚 双方律师调解无果后 胡德义开庭宣判 因南方为过错方 秦兆北创立的博雅由杨一柳继承 房产和小车判给秦阳 秦阳不服 越级上诉被驳回 半年后胡德义和杨一柳结婚 是